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荣誉出品的 老纳要欢速啊 左刘 一梦黄梁 博奖 欢迎空 第九章 大师与狼 赵大同有点怕 不过还是壮着胆子说 野狼怕火死本能 我就不信他能超越本能 可是野狼吃肉也是本能啊 我还下意识的说道 你大喵的闭嘴行不行 你还嫌我不怕是不是 给我装点胆 给我装点胆 那理由行不行啊 赵大同都快哭了 他虽然牛高马大的 但是手上只有一根破棍子 还是个木棍子 他又不是武松 根本不认为自己能够打赢这头狼 能拖住他就不错了 就在赵大同走神的瞬间 独狼突然的加速 就冲了上去 小心 方云镜提醒 马娟则尖叫了出声 赵大同下意识的将火就往前砸 结果眼前一花 独狼竟然在将要撞到他的瞬间 绕开了赵大同 扑向了方云镜和马娟 马娟下意识的就躲到了方云镜身后 方云镜吓得是翘脸煞白 完全忘记了躲避 眼看着狼啊 即将扑下方云镜当场就闭上了眼睛 亲道 闭着眼就死 应该没那么痛吧 然而 想象中的撕咬没有 反而感觉有东西在对着他的咽喉呼气 湿呼呼的 还带着那腥臭味 闻得他只想吐啊 就在这时 一声柔和的佛号声响起 阿弥陀佛 孽畜 寺院门口也敢伤人 就不怕死了之后 被降龙扔进锅里 做那狗肉火锅吧 前面的阿弥陀佛听得是无比舒坦 心境祥和是恐惧全无 但是后面的话立刻就变味了 阿怎么就觉得 这不像一个正经合上说的呢 房云镜下意识的睁开眼睛看去 只见一头牛犊子似的大狼啊 被人扣住了脊椎骨 就滴溜在空中 长长的嘴巴差一点就咬到了他的喉咙了 这正是扑杀他的那头毒狼啊 而抓毒狼的 竟然是一指妙的注射方丈 那个看起来白白净净 文弱的年轻方丈 一头凶悍的狼 被一个稳弱的年轻人提在手中 这个画面呢 本来应该很违和才是嘛 但是眼前这一幕啊 不仅不违和 反而显得十分自然 也十分的漂亮 没错 就是漂亮 不仅不违和才能看起来的 背后的星空 星空中的月亮 月光 星光啊 都披在了和尚的身上 和尚仿佛沐浴在佛光当中一般 神圣 庄严 肃穆 那头狼越是凶狠 就越衬托出和尚的气质不凡 方丈可没想这么多呀 手中的狼并不老实 扭动着身子 想回头给他一口 方丈抬起左手 就是一巴掌啊 啪的一声 一个大嘴巴子 抽的独狼 无无低吼 嘴角挂血 方丈训斥道 你也说 还敢耍狠吗 说完 没等独狼反应过来 啪啪啪 又是三个大耳瓜子 抽过去 修炼过大力金刚掌的方丈 力量极大 打得独狼 脸都肿得跟头猪似的了 独狼发出狗被打之后 才发出的哀鸣 刚刚还凶狠无比的独狼啊 哎 面对方丈这个光头和尚 竟然流露出了恐惧之色 方丈的话 他听得懂 于是呜呜的对方丈哀嚎 方丈也听懂了 这是独狼饿坏了 别无选择之下 才对篝火边上的人下手 否则呢 一般情况下 狼是不会靠近火的 罢了 念你是出犯 也没有造成他人伤亡的情况 我佛有好生之德 日后你就跟着我留在这一纸庙 修行吧 若是日后修炼有成 你也脱去这层皮囊 修成正果之位 方丈一本正经地说着 只不过这话说的 他自己都不太信 虽然系统很神奇 可是这世界上真的有佛吗 真的能成佛吗 他自己能不能成佛 他都不知道如何保证一头狼能成佛呢 说完 方丈一把将毒狼就扔到了地上 吓得方云镜 马娟 胡涵 赵大同 连忙地往后躲了躲 方云镜更是提醒道 大师 小心 马娟也说 大师 你怎么将这狼给放了 这可是狼啊 听不懂人话的 胡涵和赵大同跟着点头 表示同意马娟的意思 方丈对三个人双手合十 宣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几位施主 无需担心 此狼颇有灵性 既然贫僧放了他 他自会知道好坏 说完呢 也不管几个人信不信 转身对毒狼训斥道 孽障 还不向几位施主 跪拜道歉 几人见此 微微摇头啊 心头更是无语的狠 呼喊嘀咕道 一头一狼嘛 还真能听懂他的话不成吗 如果能 我跪着下身 话音才落 就见那毒狼竟然四条腿一转 真的跪了下来 对着几个人 微微点头 还仿佛是像在跪拜 看到这一幕啊 四个人如同见鬼了一般 面面相去过后 看方正的眼神 更加肃穆 更加尊敬了 四个人不约而同的 对方正双手合十见礼道 大师真是神人啊 多谢大师 相救资恩啊 方正微微摇头 阿弥陀佛 九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是贫僧该做的 几位施主 这毒狼是饿坏了 才对你们动手 如果有吃的 可否给他一口啊 方正也没办法呀 自家口粮也不多了 再喂这个大尾巴狼 估计明天 他要 他就要喝西北风了 所以干脆将主意 打到了四个人身上 见过了方正的神奇之处后 四个人早就对方正是 心服口服 净若神明了 赵大同赶紧就叫 大四 你都开口了 我赵大同就是那子 也会给他吃的 说完 赵大同赶紧将背包里的肉干啊 饼干啊 后退肠什么的都拿出来 拆开包装 扔给了毒狼 毒狼抬头看方正 方正摸了摸他的头道 还不谢过几位施主 毒狼再败 这一败败的赵大同几个人 倒不好意思了 马娟胡寒方云镜 也拿出一些吃的给毒狼 毒狼再谢 然而又看向方正 吃吧 今夜你就留在外面 保护这几位施主的安全 明日寺院开了门 你再来礼服 方正仿佛和人说话似的 然而毒狼竟然如同人一般 点头表示明白 然后趴在那儿 狼吞虎咽的吃了下来 显然他真的是恶坏了 大师 那个我们几个的安全 就不麻烦这位狼凶了吧 赵大同真的怕了眼前这毒狼 狼就是狼 不管表现得多温顺 那发自骨子里的野性 一举一动间 都让他心头发毛啊 胡喊也道 就是啊大师 就不麻烦狼兄了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的收听